大家好,我是西杰 今天是7月1号 是我从70后成为50后的第一天 今天50岁了 我也给自己点个赞 祝自己生日快乐 真的,在这漫长的50年里面 我感谢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感谢尊师兄长姐姐妹妹对我的栽培 在这漫长的50年里面 我也走过了风风雨雨 有过失落,有过挫折,也有过成功 虽然老话说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要强求 虽然脸上已经慢慢的长出了黑斑 头发慢慢的多了很多的白发 但是我依然为了我自己心中的这个梦想 这个理想一直在自主地努力着 当然,我特别特别喜欢 孔子在论语中间的一句话 三时而立,四时不惑,五时而知天命 朋友,你对五时而知天命你有什么感想 在这里,今天剩过五十岁 我来分享一下我对于五时而知天命 深刻的体会 具体到三时而立,四时不惑,五时而知天命 这句话 三时而立和四时不惑 这两句话都是比较好解释的 明显的说,三十岁要开始自立 四十岁就要有自己的主张 不要再感到迷茫 但是对于五十岁而知天命 这是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也很难说清楚了 有人说五十之天命 半辈子都过去了 现实摆在眼前 很多东西求而不得 认命算了 所以天命就是听天由命 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过于悲观 如果一个人三十岁 就知道要自立自强 四十岁已经不再迷茫 那他这辈子绝对是有所追求的 也一定是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人 他才会五十岁 就不会这么消沉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格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命 就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就是一种责任 就是一种担当 我们自己一生的人生的格局是什么 如果不足让你去完成这些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这个理想 所以五十岁 什么叫做知天命呢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听天由命吗 不是的 正所谓某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仍然要努力去做 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初心去进取 也就是说 尽管我们知道了天命 但我们仍然会努力 只不过我们不会再去关心那个结果 不再对自己的理想 有非要实现不可的那种自恋 所以说知天命并非是听天由命 而是一种看得开 放得下一切看淡的活大性径 在这样的境遇里 人会更加的乐观和轻松 也会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在干什么 或者要该干什么 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要违背了自己的目标 目的 这就是五十而知天命 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 有可能你有你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有更深 更有哲理的观点 请你在我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也请你同我一起来分享 我们人生各个方面 零零种种的经验 教训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生活中的故事 OK 谢谢 请你订阅 点赞 感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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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